嗨,大家好,我是蹦妈 昨天粉丝给我留言呀 说,蹦妈你怎么还不更新视频呀 被你们喜欢和期待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荣幸 昨天本来有拍视频 但是时间太赶 到最后还是没来得及拍完 就夭折了 今天是周六 还有三个学生要吃饭 那今天呢,蹦妈就足够的时间 在厨房折腾 厨房就是我的舞台 我要尽情地表演了 为孩子们做丰盛的午餐 花甲加盐 香油,吐沙,半个小时 今天我分享的这几道菜呢 既有地方特色菜 还有快手懒人菜 做法也都非常的简单 成功率也高 看看我都做了什么好吃的 掐掉虾头,去掉虾味 虾仁剥壳后呢,开背去虾线 用虾仁,烧一道汤 不同以往的做法 只是多加了一个步骤 虾肉吃起来呢,更加的鲜嫩Q弹 加生姜,料酒和盐 腌制一会儿 买了一斤半的牛里肌 让摊主帮我切好了 加上调料腌制 加上少量的水 快速抓捏牛肉 这个步骤相当的重要 差不多三分钟 吃够水的牛肉 口感也更滑嫩 不柴 最后来上一点点的油 锁住水分 腌制半个小时 接下来把菜洗一下 我今天偷了个懒 山药没有提前烫 也没有戴手套 手特别痒 听说白醋能止痒 我也擦了好多 还是特别痒 感觉神经都痒 山药止痒 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 赶快告诉蹦妈 鸡腿肉 切成小块 鸡腿肉搭配花甲 做一道山东的特色菜 花甲鸡 花甲便宜 8块钱一斤 这盘菜是总成本不到30块钱 加上调料 腌制5分钟 接着烧 4个菜 一个汤 外加一个小甜品 做花甲鸡 不同于其他鸡肉的做法 不用焯水 锅里多倒一点油 炒至肉皮收紧 捞出 把鸡块给它控一下油 多余的油不要 花甲 凉水下锅 加上料酒 煮开 煮至花甲开口 捞出 今天煮花甲的水 怎么是淡蓝色的 以前好像还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呀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不管它了 先炒菜 锅里油热 把葱和姜炒香 加上两勺豆瓣酱 花椒和干辣椒炒香后 把鸡块倒进去 来点啤酒 摸过鸡块的量 不要放太多 鸡肉刚才已经炒过了 很容易熟 开始调味 加生抽和老抽 一点蚝油 一点白糖 鸡块熟了 把花甲倒进去 最后别忘了 勾上一点点的薄芡 撒上青红椒圈 这道菜 它应该叫花甲鸡宝吧 洋葱垫底 把肉倒进去 开中小火 焖5分钟 时间到 开盖 哇 香得不得了呀 真正的麻辣鲜香 开胃菜 把芹菜 红萝卜和洋葱丝 倒进盆里 加上一点盐 胡椒粉 给菜入一下底味 这道菜呀 懒人绝对喜欢 因为十几分钟搞定 还不用洗碗 做法也很简单 就是锡纸牛肉 烤盘上铺上锡纸 把蔬菜都放上去 最上面一层放牛肉 上面再铺一层锡纸 把丝边给它收紧 一定要包得严严实实 不要有漏洞啊 以免烤的时候漏汤 放进烤箱 200度 15分钟 还可以放进 较厚的平底锅 干烧 有朋友担心 15分钟能熟不 妥妥的 肉非常的滑嫩 都熟了 牛肉这样做 鲜嫩多汁 少油少盐 减肥的美女 不要错过 做糖醋脆皮茄子 茄子要脆 第一个 不要加盐杀水了 蹦妈跳过的坑 你们别再跳了 加一点点的水 打湿茄子 更易裹上淀粉 第二个就是 多裹一点淀粉 裹到粉挂不上为止 第三就是 把炸过的茄子 再复炸一次 糖醋汁 最佳比例 三勺 番茄酱 两勺白糖 一勺白醋 哇 白醋多了 凉锅 把糖醋汁倒进去 再倒进嘎巴脆的茄子 拿点青椒木耳 调色 撒上芝麻 这道菜 大小朋友都喜欢 炒了一道素菜 山药片 之前 蹦妈分享了 垂肉汤的做法 就有阿姨呢 给她孙子做了 说她特别爱喝 那更给了我呢 创作的动力 同样的做法 把虾肉 沾上淀粉 敲打成薄片 头一次 见这么秀珍的山鸡蛋 锅里少倒一点油 把虾头扁出虾油 我怀疑今天我买的是假虾 扁不出虾油 倒上开水 这会儿把虾头捞出来 就不要了 把虾片放进去 少来一点点盐 这个汤比较鲜 再加一点胡椒粉 来点紫菜会更完美 南瓜250克 糯米粉180克 玉米淀粉40克 再加一点点的糖 我们家长说她孩子可喜欢吃我做的点心 所以隔三差我就给孩子们做来吃 但是也不能经常吃 毕竟是甜食 揉出来的面团是比较软 这个面团是没有筋性的 不用揉 直接搓圆 用凝的巧手 给它转个小窝窝 包上豆沙馅 馅料呢随意 加上巧克力 我觉得也非常不错 用牙签整成南瓜的形状 枸杞点缀 枸杞呢用水一定要多泡一泡 因为刚采摘下来的枸杞呢为了上色 果农都会喷很多的火简 一定要多泡一泡 凉水上锅蒸10分钟 南瓜糯米包出锅 软糯香甜非常的好吃 是我的菜 加了糯米不太好消化 所以每人限量一个 哇小牛肉碗 哇这么红色 你今天下馆子啊 那不挺好 下馆子 你再安逸一下天天下馆子 我要下筷子了 我要下筷子了 你赶快吃 吃吃吃吃 拿手好了 吃切的好吃 切的好吃啊 你尝尝这个 这个好不好吃 这个牛肉也很好吃 这个牛肉也很好吃 吃吃 我吃这个牛肉好吃 你赶紧好吃 吃这个牛肉 吃这个牛肉